甘菊路苑 是任何人亦都能充滿? 甘菊路苑整體設計 我們都是走的希望像是日本人一样 一輩選民的精神 因為一般溫室 大家其實不會坐這麼高 因為比較危險 那我們希望讓他通風 讓梅株子株都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去生長 我们发现花在植物上的时间 最后都会疗愈到我们自己身上 所以大家来到情报锐 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洗礼 我们的招牌之一是狮子座 那它是爪哇的原生种里面去精选出来的 它是有很浮夸的罐跟很细致的手 所以它两者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还有Elsa这个品种 是从皮层包纸苗里面特选出来的 它整体的展现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它是页面上面会有非常雪斑的容貌 那它的分岔非常的细致 OMG进入页背啊 后面会是呈现一点巨红色 铜色的感觉 所以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 整体会很像是路上的珊瑚 拼乌马园 包子叶的尾端会有点微准 它很像是烫了卷法 它是从原生种里面变异出来的 奥影的话它的呈现是很像喷泉手 就是大家所说的东方不败 那今年的话在等秋天过完之后 它的高冠就会冲出来 逢湿起卷卷路 它有非常强烈的辨识度 尾巴会呈现那种很卷很卷的状态下 但通常大概要养殖到一年半以后 包子叶的成熟之后才会开始卷 利德罗的话它是属于非常白皙的品种 它两片罐长起来之后才会到中间会合 它是有一个中份桶 也是它最大你可以去辨识出来 这支是不是佩德罗的一个要点 赛尔所在日本的别名叫白蝶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形容 包子叶是非常多层次 这两颗的话是我们从日本带回来的 每一支有高管 那一支的手是偏短手 路黄月 它分洽属于很细致 但也比较细长型的 那会有一点点偏带黄色 这一瓶的话 你给它好的环境下 它会很快的回馈给你 像鹿角爵的话它是一种好养殖的植物 不需要太多的关心 就是它就可以长得很好 只要提供它一个稳定的环境 所以它是从年轻到中高年龄 大家都很适合的鹿熊的一种失念之灾 路角爵是一个可视界长情 可说性极高的植物 它就算是相同品种 也会因为个人的养工 给予的环境 而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它很好玩 是它的变化性很高 然后你可以随着每个月的变化 去感受到植物带给你的 疗愈跟成就感 美感不是一种天生的技能 而是后天开发的感受力 路角爵是我觉得植物美学里面 最佳的代表 好 tease 词 词 temperatures cámara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